很多来抓这个青子 来挖这个贝壳的 确实在里面 专门买了这把两包盐 跳着这把淤泥里过来港海来了 抓皮皮虾呢 毛线的皮皮虾都没有 螃蟹倒有 皮皮虾是真没有 海活倒是有几个 这是一个活的 我得 收了收了 这到底啥玩意儿的 这还会爬 还基本上会动 我测 绝了我去 唉 搞半天这皮皮虾不能用盐抓 应该在 就在洞口的 它每个都在洞口 它盐都废几瓶了 就是不出来 我去 这种螺它也躲在这个沙滩里 我走着走着踩到一个 滑心这资源真好 这种根本不是啥猫眼螺 这他妈中国商家就被骗人的 很多网友跟着叫猫眼螺 猫眼螺它这个口这有个很厚的石头 这海蜗牛应该是 这家餐厅味道很棒啊 价格也不贵 应该是这一块最好的了 我哪个去 我以为这是条活的嘞 这个臭了 这里的人不咋爱钓鱼啊 这两码头一个钓鱼人都没有 这家在中国天天打架的 这活钓位 这酒店是真旧 又旧又破 房间里面也破 但是进沙滩 进码头 800一天 没谁了 我去 全部小海星 这几个沙网 这边 这家店到位了 哈哈哈哈 不需要你懂这个泰文 只用看图片就行了 哈哈哈哈 这酒店里这个冰箱海尔的啊 这已经是01款 然后制造日期 9月份2002年 我差20年了 人家这一天二十小时开的 我承认有点儿荒啊 我承认有点儿荒啊 还好这车颜色不是这个红 这房子可以的 1.99 这50 50多万吧 滑心这儿 离海边大概 在 这不是葱子洞吗 小水吐的 这还有一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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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的 海 全部都是 这个鱼太吓人了 每个毛都在动 这泥宝大吧 我可 好有吊大的泥宝 这泥宝都一凉了个吊来了 一凉都不止 头一次钓的河豚 我去 有小尖牙 国内这玩意儿都是观赏鱼啊 垃圾都堆满了 这沙滩比去年人还少 赶紧的喜欢这个贝壳的来滑心这儿 滑心这儿沙滩上全部都是贝壳 但是没有海螺 这边人吃海螺比较厉害 这到底是皮皮虾的洞呢 还是说那个撑子的洞 我感觉都是皮皮虾的洞 全部都是啊 这边人真不行啊 操这条路也不两年了 也不休 全是大坑 你说这谁来这边玩 这大哥在这挖这个贝壳 这边这俩在拉网 挖的挺多的 他这个工具专业 滑心这段这个贝壳资源真可以啊 这大哥一会挖两袋子 他这个腰上还绑个袋子 就在这一块 他这个工业 我头一次建这种贝壳 这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他这个壳 还转着圈的 不知道这是啥罗 还是贝壳 这牛逼能吹几年呢 这 我去这钓鱼挂了个皮皮虾上来了 我去 螳螂虾 我靠 没谁了 我靠 海鲜餐厅零距离一根大海 这个氛围 也可以 厨房 这边是厨房 还有餐桌 然后 氛围到位了 跟大海零距离 这家餐厅优点呢 就是这个量大 然后环境好 拍拍照 发朋友圈 但是都放糖 味道不咋地 相当于曼谷大排档 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 鸡肉吗 哇 我 你能看到 哇 oh really not fresh and so many sand with the clam 整个餐厅就我一个客人 老板娘两口子下厨去了 这俩客人走了 现在不让喝酒 老板娘把啤酒倒到这小罐里